道問學是不切題的 或者不對題的 是對的 這個是對的 但現在我們能不能也做一個轉過來的 翻轉的一個講法 你如果不用道問學的功夫 你這個尊德性可能有問題 這個孟子講什麼是道德 他有這個話 他說 這個孫名於書物 查於言論 他是有言一行 非行言一 有言一行就是 他是從內心覺得這個是言一 我為了言一而行 而不是我們行為上符合言一 這個是一個區別 你如果行為只是符合言一 不是道德行為 除非符合言一之外 你要問是不是為了言一而行 而這個為了言一而行 就是你要問一我二一我 我們什麼時候能夠有這種純粹的 只因為是言一是應該的 而去實踐言一 就是我們是不是沒有夾雜呢 這個是要自我警察的 如果沒有經過這個自我警察 只是隨著我們那個生命活動去表現 我很感動我校父母 我愛兒女 我為國為民 很可能都是夾雜的 所以我認為如果沒有做這個廣義的 這個廣義 就是所謂廣義是說這個道問學不是 當然也不是說經驗知識的研究那麼廣 這個廣義的道問學就是說 你對你的道德審查 都需要用這個道功夫了 這個也可以叫做道問學的功夫 假如你不用這種審查的功夫 你如何保證你的道德行為是真正的道德行為呢 所以我現在這樣轉了 就是不知道問學 不知道為一物而一物 猶言一行才是真正的道德行為 也有所謂尊德行 也有所謂尊德行 是 我的意思是這樣轉 那這個其他的內容 在我的回答裡頭有講 我想不要先宣兵多數 謝謝 謝謝 王教授 剛才